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是我 DSC 塑料文 我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就是應屆 DSC 的同學完成了 4 個 Core Elective 方面是完成了 Cam, VA 和 Physic 這三科的時候 對於大部份的同學來說 其實 DSC 都已經完成了一大半 因為你通常都是 2 個 Elective 甚至乎比進 3 個 Elective 而已 無論如何都是 4 比 3 你的進度過了一半 但是我拍這段影片究竟是想說些什麼呢 你可能會想明明你教數學 數學都考完應該沒有你的事 拍來想說些什麼呢 其實我知道的 雖然最大壓力的時段終於熬過了 最大壓力的時間我相信一定是考 Core 就是考了 4 個 Core 那個多兩個星期的時間裏 那段時間一定是壓力再爆煲的時候 大家都考過公開試大家明白的 因為你很難的 其實真的考得太密集了 我公道一點這樣講一句 因為你不夠 48 小時之內 你又要把自己的模式 由一科去另一科的時候 再加上每一科都這麼重要的時候 那你的壓力真的會爆煲的 那時候終於都熬過了壓力最大的時候 但是拍片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因為教了這麼多年書 其實我也知道了 凡事總有兩面 就是你捱過了最大壓力的周期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不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有很多同學 可能會因為在那四個 Core 裡面的 其中某一些科目失了手 又或者可能發揮微如理想 又或者可能真的大意 有些科目是陰了你 令你失分 在那四個 Core 的那個星期裡面 經歷了之後 其實是真的會有些不開心 或者情緒低落的 就是都想拍完片去跟大家 除了鼓勵大家之外 有些我覺得是真的理論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不是看小大家 不是看小大家 但是我也都很肯定這樣說 就是經歷了四個 Core 考完之後 我相信不開心的同學 一定是多個開心的同學 不是說看小你 你一定考得差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之前我也都有段片裡面 曾經提到過 就是我以前讀過心理學的時候 心理學有一個理論 就是人呢 往往是會將負面的東西放大 放大得多過正面的東西 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有一天在街上 你是跌了一百元 但是之後你又撿回一百元 那理論上你應該是沒有賺沒有虧的 你的心情應該是 沒有什麼特別感想的 如果條數這樣計 你跌了一百又撿回一百 那你又沒有賺又沒有虧 那你應該沒有任何的開心 或者不開心的 理論上 但是呢 實驗告訴我們 就是 當你一個人跌了一百元 以及你撿到一百元的時候 你那一天是不開心多於開心的 即是你的心裡面 當然你也會因為撿到一百元 而慶幸 但是你也會因為 哎唷我跌了一百元 即是很不開心那一下 是令到你個人傾向負面 這個就是人的心理 就是正面和負面的東西 一定是會將負面的東西放大 那所以就是 經歷過四個環節之後 除非你真是 真是很完美無瑕 你走去對答案 你全部答我適合 每一份作文卷 那些 即是中文閱讀理解 聆聽 全部都覺得自己發揮得超好 你對答我適合 那除非真的是這樣 那否則呢 只要你有任何一科 你有一些很少的失分位 或者大二位 或者中了他的陷阱 那題又被人扣了兩分 那你就會將那些很微小的錯誤 負面情緒放大 那所以經驗告訴我 其實考完四個環節之後 多數都是不開心 即是同學會不開心 多於開心的 即這個不是說實力的問題 而是人的心理就是這樣的 那所以都想真的 跟大家講一些 鼓勵性的說話 還有一些 即是我覺得是真的 真的理論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首先呢 就是如果 如果你都是 正正我剛才所講的 就是你在那四個環節裡面 有一兩科 或者某幾科 的當中某些題目 你是因為大二 失手 不小心看錯的題目 而失了分 覺得很不大那些 那首先 首先 真的不用太介懷 真的不用太介懷 為什麼呢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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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科 譬如通識 中文 英文 作文那些 很多時候 是你以為自己考得差 其實實際上 你去看改改你的份卷 是不是真的覺得你偏文差呢 這個真的要打個問號 我教書那麼多年 其實我真的不是騙你 很多次 因為我雖然教數學 但是我自己的學生 其他科學 都會八卦一下 關心一下他們 很多次很多次真的有很多同学找我新过 就是说那些通识、中文作文那些 觉得自己是做得很差的 片作文又收不到尾,各样各样的 最后tune out出来 他们的成绩是好的 好不好就好主观,但至少是比他们想象中好的 所以变成就是,第一 如果你真的因为经历了那四个core的考试之后 有一些事情令你很介怀的 令你很不开心的 真的是时候放下它了 因为我拍这段片的时候 其实距离你考完最后中文 已经是过了几天 那有些什么不开心都在这几天都不开心 真的不要再被它影响到你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考得差 其实不一定 你的卷出来的成绩是差 这两样东西是没得挂勾的 甚至乎数学都是 你可能总是会以为 数学对错错错,哪有灰色地带 这样就不对了 因为数学是有m分的存在的 你对错错错错错 那一套只是放在a分那里 那其实m分你不知道自己确实 是失了多少或者拿了多少 所以变成就是真的没得预计的 直到放榜那一天才会知道自己的成绩 真的试过的 亦都是真人真事 就是我曾经有个学生 他很担心数学科 因为他是那些属于文科强的学生 他很担心自己数学 直到放榜前一天 他都还打给我 跟我说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数学不合格 搞到他进不到大学 最后放榜的时候 拿了个5分 所以变成就是 很多时候你是因为会放大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而令到你错判了自己的成绩 那所以呢 千万真的是时候放下的了 如果你这几天 是有曾经因为那四个call 而不开心的话 那真的是时候放下了 是时候用最佳的心情 准备之后那些科目 因为你担心来都没用 第一 第二就是你那些担心可能是白费的 可能是马卡改这份卷是觉得好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更加重要的 DSC是一个整体的考试 里面包了四个call 再加某几个Elective 但是是没有输赢的 不是说你输了中文 你整个DSC就会输的 不是这样的 即是每科的重要性 其实是真是独立的 你可能会说我中文不合格 我进不到大学 那我其他科我就已经输了 那很多同学就是因为会想着这套逻辑 即是可能在四个call里面 某一科失了手 而令到他之后那些考试 也都开始气馁 有很多同学的确有这样的想法 哇我中文一衰了 我已经进不到U了 那我后面那些努力来做什么 那有些同学会这样想的 那但是 你要问自己 DSC的成绩就跟你一世 但是 但是 DSC的重要性 是不是真的只是入大学的呢 那 你说那套是对的 就是你四个call里面有一科失了手 不合格 那其实你已经进不到大学了 那努力来做什么呢 那第一 正如刚才所说 你所谓的失手 是不是真的失手 这个打个问号 就算真的失了手 就算真的失了手 究竟DSC的重要性 是不是真的纯粹 只是为了入大学的呢 那我可以回答你 一定不是的 DSC的成绩 每一科的成绩 都是跟你一世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如果我看开我的YouTube影片的同学 会知道 其实我的学生里面 是有很多Betaker 有很多是出来做东西 之后再找我 打算考DSC 那为什么他们要考DSC 他们一定不会考完全部科 的 他们是当年 去DSC的时候 哪些科目不合格了 他现在就要补回那些科目 因为他在做事的地方 他要升职 他要转工 他要求你五科合格 好了 所以变成就是 就当你 可能DSC的时候 真的有些科目 是失手 发挥得不太好 不代表你之后那些 是已经输了 没有了希望 因为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用得着的 譬如你中文失手 但可能你只有考文学 你文学先合格 你尽你能力 考好它 因为你不知道你文学的合格 什么时候将来会有用的 是的 可能若干年之后 你做到高层了 你的上司想升职 但是就是见到 你没有五科合格 那你就要考过 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放弃了之后的Elective 的话 你将来有一天 你要retake的 你就要retake 你所有的Elective 但是如果今天 我当你真是中文失手 不合格了 但是你其他科目 那你将来有一天 你要升职了 你的上司跟你说 你要五科合格 你就只剔中文了 可以 你明白不明白 那个重要性 就是 其实最重要 当然大家考DSE 是为了入大学 这个我同意的 就是最直接的那一刻 是为了入大学的 但问题就是 其实每一科都很重要 而他们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 在将来 你未来的路上 是会独立地去计的 他们的重要性 所以变成了就是 就算有一两科失了手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已经输了 其他那些不用努力 Game over 你尽力考好它 成绩每一科都是跟你一世的 所以想跟大家说 就是两样东西 第一 你是不是真的失手 这个真的要打个问号 第二 就当你真的失手 之后那些科 都不要被你那科 失手的科目影响了 一定要尽力的能力 考好之前 考好之后 接着下来的每一科 千万不要气馁 我拍这段片的时候 距离你考完中文 已经好几天了 有什么不开心的 全部应该要抹掉 下个星期开始 就是很紧臭的Elective 会跟着陆续去考 所以就真的要用心 好 这段影片到此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